我国行动管制令从3月18号开跑以来 可以看到这些防疫措施呢 确实起了明显的成效 而一切也正如你已经所知道的哈 政府决定再延长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而这一次并不像以往那样 把管制令再延长多两个星期 而是直接把它延长达四个星期 一直到6月9号 首相莫尤丁是在今天下午两点 在全国电视直播演说上呢 做出这项宣布 他也指出 我国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绿区 已经达到了94.4% 那换句话说 我国目前的疫情红区只剩下四个而已 不过政府却没有因此松懈下来 我愿意公布 法律执行动管制令 或PKPB 将到12月20日 将到9月20日 也就是4星期 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再度延长四个星期 首相莫尤丁今天在全国电视直播演说时表示 在有条件管制令落实之后 我国已经有大约664万人回到工作岗位 相关人数预计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内增加 不过随着出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新冠病毒散播的风险也会越来越高 而未来的几个星期将会是抗议关键期 它促醒民众在防疫工作上不要掉以轻心 若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所以在这将近两个月的管制令期间 他们都没有办法见面 因此他就决定让这些夫妻跨州相聚 不过他们必须事先通过Gurak Malaysia手机应用程式 或者到附近的警局去申请跨州 慕尤丁也提到 希望沙巴还有沙拉越州政府能够跟随中央政府的脚步 好让更多夫妻能够一家团聚 而随着开拽节即将到来 慕尤丁认为政府延长有条件管制令 不代表大家不能庆祝传统节日 因此政府允许国人在佳节期间探访亲朋企友 不过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所有的聚会活动不能超过20人 而这20个人虽然聚在一起 但是也必须要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个人卫生 另外大家只能够探访同一个州属的亲朋企友 绝对不能跨州 那慕尤丁提醒大家 我国正处于对抗疫情期间 因此呢 尽量不要举办开放门户这类型的活动 普通的探访亲友就好了 另外慕尤丁也透露 政府目前呢 正在拟定各宗教场所抹拜的标准作业程序 好让各宗教信徒 包括穆斯林还有非穆斯林 都能够回到宗教场所抹拜 他表示 当有关单位完成了标准作业程序之后 就会提呈给国家元首以及统治者 那一旦获得批准 政府才会针对有关标准作业程序 做出宣布 这次的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